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 就是股市达人 郑瑞宗 郑瑞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今天是5月2号 5月份的标股奇兵专案 听众朋友你跟上来了没呢 今天才是5月的开始 务必要锁定好股市达人的节目 赶快把时间交给坚持直选金品股 带你在股市中稳稳赚钱的郑老师 好的那么股市是休息了三天 因为五一是放假 休息三天回来之后 今天台股到目前 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2点41分 指数只有小涨30几点 看起来是没有很多 但是其实盘面中有蛮多涨停板 总共20几家 那主要还是在于ODC的部分表现相当强劲 总共反弹了1.46% 到目前为止几乎是来到今天的最高点 代表中小型股其实又开始活蹦乱跳 经过了4月中旬以后的两个礼拜的修正 看起来好像慢慢恢复气色 那个市场那个活泼的那个感觉 很明显的又回来了 因为郑老师的一些朋友很多都是业内法人 那大家的积极度很明显都已经上来了 所以看起来五月份的这个行情 我认为应该是不错 当然指数空间可能还算有限 但是中小型股应该还蛮不错的 那美股的部分主要现在是在等待 5月2号到3号联总会开会 预期会升息 并且会是这一次升息循环中的最后一次 那礼拜五我有提到就是说 美国的一些相关的法人有统计说 每一次的美股结束升息的 最后是升息之后的一年之内 大概都会有相当强劲的涨幅 三个月六个月升到一年的时间都会累积相当大的涨幅 那台股跟美股本来就联动很密切 尤其是费贩跟NASA联动相当密切 所以台股未来一年我认为也会受惠这个升息的结束 我的看法是乐观的 因为其实很简单 当初刚开始升息的那一年 股市是跌了稀花的 现在升息结束了 代表市场预期资金面不会再那么紧缩了 钱就会开始回到比较有风险性的资产 股市当然就是最大宗 所以股市在未来这一年 我认为是乐观的 因为其实景气大概在未来这一两季之内也会落底 陆续就开始回升了 所以股市会先跑 那钱又有利于股市的话 那当然大家就不用太过悲观 那加权的部分呢 今天是涨回到季线 那在K线上呈现连续四根的红磅 所以也吃掉了上个礼拜 在4月25号的那根大大大的一个长黑K 所以代表就是第一档已经转折向上 很明确的转强 重回季限制上 就是重回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 ODC的部分更为强势 也是一样连四红 而且呢 它不只是超过了4月25号那根长黑K 那甚至已经开始准备要收复4月21号 这一波下来 ODC跟加权指数都有三根黑棒 那这个加权指数已经收复了 最后一根第三根的黑棒 那ODC已经开始要收复第二根的黑棒 而且它是连续四红已经回到了这个月线 所以又强于这个加权指数 所以呢看起来就是说中小型股票比较强 那五月份主轴应该还是以小型股为主 当然一方面五月份要缴税 所以这些大公司的大股东呢 你不要说他去做多了 你叫他不要卖股票去缴税 就不容易了 所以中大型股票这边不容易有表现 中小型股票还是盘面中的焦点 那其中政策股又是焦点中的焦点 那电子股会视为辅助 那上个礼拜是军工股先大涨 那这个礼拜五月一号 美国二十五家军工商才刚刚来台 今天开始做出第一天的一个参访的行程 那股票上礼拜先反应了 那今天就稍微做一个休息 但是股价没有什么太多的回档 然后资金就轮到能源股 今天又往上冲 所以其实上礼拜我们就说 反正不是军工就是能源 他们会轮动就会轮动 所以今天这个基电股的市电就锁涨停 创新高 那中心电华晨也都跟着大涨 身为能昌和茂迪安吉 股价表现都很强劲 所以五二零之前就是选举题材 大概就会锁定这两组会一直炒下去 而且其实不会只到五二零 选举是到今年年底 还早呢 还早还早 所以这两组我认为这个题材不会断 上半年都还没过完 那电子股呢 这逐渐有利空出境的那个味道出现 比如说如果大家记得 智元上个礼拜公布财报时候的法说 他有说 今年会由成长转为小衰退 所以那一天的智元一度打到接近跌停板 那结果跌下去之后呢 隔天就没有就没有再跌了 然后到现在已经连续反弹第三天 那也大概快要补掉 就是说那天几乎跌停的那天的一个空方的缺口 代表就说利空也反应的差不多了 然后创意呢 去年的第四季是赚了超过十块钱 赚了10.05 那上礼拜五公布的第四季的获率剩下6.97 是创了三季以来的一个新低 但是创同期的新高了 所以呢股价今天也利空出境 就有一个涨停板的一个表现 代表说这些财报公布完 不如预期的跌下去的也上来了 那优于预期的股价直接涨停做收 所以代表就是说这个电子股的财报利空 反应的陆续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创意的涨停板也带动IP股 比如说世新金利科利旺M3E 今天股价表现都很强劲 那其他比如说上礼拜有财报利空 像联雅本来非常弱势 今天股价也做了反弹 是 然后6799来劫 这个单月只赚四毛钱 那股价跌了大概40块钱下去 那今天股价也反弹 是 然后第一季亏损的4968利基 甚至这个今天股价连续两天大早 今天还涨停板 那如果说这个涨停板 可以用这个价位收盘的话 创下收盘价的新高 然后4966的普瑞财报也不好 也是衰退 但今天股价也反弹 所以告诉我们就说 电子股的财报也差不多进尾声了 当然未来在五月中旬陆续公布 一定还有一些公司财报并不如预期 但前面有很多公司已经开始示范说 财报不好的下去之后都会上来 所以我认为后面的财报不好的效应 就不会那么强 就不会急着要卖 因为他们会认为就是说 反正股价会涨上去 所以看到数字不好 可能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 所以代表就是说 电子股的财报利空进尾声 那对于盘式也会产生比较强的一个支撑 所以这个行情从四月中修正到 四月底五月初开始做反弹 那看来后面应该就不容易再跌了 因为电子股也开始转强 那金融股上个礼拜先涨 那今天稍微休息 那就剩下2630的亚航跟522的全讯 今天是大涨创新高 但是呢 整个族群在稍微休息整理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气维持的都不错 比如说人气股一直都是2634的汉翔 那今天虽然说是呈现一个量 说上个礼拜五是有10万5000多张 那今天成交量可能剩下大概4万多张 但是如果说你扣掉ETF的成交量 他今天的成交量应该是仅次于 台尼跟3231的伪创 大概是台股排名第三名 所以代表就是说这个人气还是在这边 所以其实今年政策做多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军工股这些美国的25家厂商 军火商也才刚来台 刚刚要开始做一系列参访 而且这一次来台不是要来卖军火给台湾 因为台湾要买军火都是要跟美国政府谈 跟这些厂商谈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们来台湾不是卖我们军火 是要来台湾寻求供应链的合作 他是要采购领主件 或者是要合作研发 或者合作生产 或者帮忙做一个专业的代工 所以他是带商机来 不是来卖我们台湾军火设备的 所以我看这一次就是说 在野党很反弹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因为台湾如果军工产业越强 当然对于中国大陆的威胁 就越有应变的能力 所以这个应该其实要乐观其成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乐观看待 这一次的25家军火商来台湾 寻找合作的厂商 所以这个题材还是会一直吵下去 会一直吵下去 那其中25家军火商里面 有一家公司是基 就是奇异电器 全球最大的发动 这个飞机的发动机的供应商 那其中这个汉翔 他有打入他的供应链 就是他有打入他 G1的这个发动机里面的零组件 他拿到10年350亿的 超级庞大的订单 10年的大订单 那这个东西 他只是一开始而已 你可以拿到他的10年的大订单 未来其他公司 或者其他的其他产品 也都有机会下单给汉翔 所以我认为汉翔这个股价 在高档做一个强势的整理 其实礼拜五他创59.7的历史的新的天价 股价也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上当其实没有任何压力 题材在这边去年赚1.73 今年有机会赚超过3到4块钱 本比说真的也不高 如果赚超过3到4块 本比给你20倍不到 10来倍 相对其他军工股 比如说宝衣200多倍 那雷虎甚至高达1000倍 这个相当的平易近人 而且机翼也来了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说 他会不会去供应商参观一下 会不会跟供应商有所接触 那如果有的话 这又是一个题材 所以到时候股价又会火蹦乱跳 所以成要量在这边 其实行情就在这边 然后另外25家军工商里面 还有一家就是陆克西的马丁 全球最厉害的战机F35的制造商 那其中6829的千副精密 就是他的供应商 同样的道理嘛 人家的客户都来了 那当然题材随时有可能再发酵一次 所以我认为这个上个礼拜 因为这个大家预期这些军工商要来嘛 所以这个军工股是不是就先涨了好几天 那今天稍微休息整理一下 换这个能源股接棒很合理啦 那但是我认为整理不会太多了 那因为量都没有太明显的这个缩掉 所以说这个随时都会再上去 那其中呢 比如说5029的龙钢 今天股价也稍微做一个拉回 上位表现都很强劲 那第一季赚1块2年增60% 创了同期单季的新高 那订单已经满到年底 那今年也可以赚6块钱 本一笔也就是连10倍都不到 所以军工股不只要买题材 同时要兼具获利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长期的波段的操作 那风达科 今年股价也稍微做一点拉回 但是目前股价又拉到平板附近 是3004的风达科 那去年赚2.85本比大概36倍 那过去一整年营收每个月月增率都高达40%到80% 今年估计给赚到7到8块钱 明年会超过10块 那他未来会增加一个飞机的保修业务 那据我的了解应该是台湾的军用飞机的保修的业务 那这一块是非常大的大饼 那就算不是独占也是寡占 大饼会让他未来营收获利增加相当多 那成为最纯的一个军工的题材 所以这个部分在5月份也是大有可为 那2634的汉翔刚就提到嘛 历史新高 均线多头排列 那上档没有压力 其实你不必预设高点 你也不会知道高点在哪里 那如果今年可以赚3到4块 那本益比相当低廉 所以股价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回档空间 那6829的千步精密呢 在上礼拜创了156块半的新的天价 上涨也没有压力 所以今天稍微拉回 其实都只是一个涨多大涨的小回的格局 那去年赚6块11本益比也只有24倍左右 这也是军工股中偏低的公司 所以这些公司都兼具题材 订单成长性 以及EPS 所以说在军工产业长期的多头趋势里面 我认为他们都有蛮大的上涨的空间 尤其520之前其实题材就在这边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 趁着拉回其实都是可以买 那能源股当然就是跟军工股就是割良好 今天你涨明天换我涨 这礼拜你涨下礼拜换我涨 所以这礼拜可能又换能源股 市电今天很快就亮灯所涨金 那上礼拜其实我就提到 就是市电去年赚了3.86元 那本益比其实有大概 也是大概只有25倍左右 那相对于很多的能源股 它是相当的低啊 所以今天的涨停板 其实它会带动相关的工资 比如说中英电跟华晨 今天股价都大涨 那这部分其实我也跟大家谈好几次了 因为台电有一个强热电网的计划 5600亿每年560亿 那其中最大的几家供应商 市电中心电华晨都是 那他们这些公司 每年要瓜分560亿的预算 这是多么庞大的商机 而且总共可以10年保证 那10年吃喝不完嘛 所以也就是说这种10年大单 它当然本益比就越来越高 因为再反映到未来去嘛 所以而且这些除了华晨 本益比超过30倍之外 中英电跟市电都是还是有20几倍 所以空间都还有 所以这个股价涨都是有道理的 就是轮涨轮动嘛 那身位能部分 今天股价也很强势 那最高来到大概119块半 接近120块钱 前面高点是122 所以你发现就是说 军工股能源股涨上来 很快就回到高点 即便是从4月中旬 很多股票都跌了两个礼拜 跌了稀稀花的 但最强势的这两组 很多股票涨上来 很快就回到高点附近 那maybe这礼拜就随时都可以重新高 那身位能部分呢 因为他旗下的这个 包含有风电的部分 光电的部分 气电就是这个燃气 这个发电的部分 除能部分 甚至他要转投资造零 就是说比如说华智 他有很多的森林 那就有很多的这个减碳的这个效应嘛 那未来台湾要有一个 碳权的交易所 碳权是可以买卖的 所以当你减了越多的碳 这个碳权就可以卖掉 卖给别人 最近这个题材蛮 这个题材蛮夯的 所以这个需要很多碳权的公司 就必须要买这个碳权嘛 所以有这个减碳的这个相关公司 他就可以赚很多碳权的交易 所以这个部分呢 身为人也要转投资这个 造零的公司 来做碳权的交易 所以他的题材非常的丰富 今年估计是赚两块多 但是法轮估计明年可以赚到超过十块钱 所以股价呢 开始反映未来的获利 所以本益币是越拉越高 就是因为能人股真的就是一个长度的题材 跟军购股是一模一样 这样子我认为不是只是涨到520 大概今年涨到今年 明后年都还会持续的涨 所以呢这个身为能 未来股价也是大有可为 那去年获利又比身为能高的 去年身为能赚1.14 那仓和 6538仓和去年赚4.57 而且公司表示说 虽然说四月营收会比三月份掉一些 但是第二季营收会比第一季持续成长 而且因为过模的扩大 还有新的产品 新的太阳能玩版的产品要出货 毛利率会从大概3738跳到大概40% 所以我就说股市长创新法的第三条 毛利率向上的公司股价最飙 所以它是营收成长 那三月营收就创了30个月的新高 第二季会持续成长 然后毛利率往上 那今年要赚超过7到8块钱 股价很明显低估 所以身为能会涨 那仓和当然有条件大涨 所以这个都是能源股里面的 数字非常好的这个金平股 然后另外最后就说 除了军工股之外 蔡总统之前也说过 资安就是国安 因为台湾要发展国防的部分 除了这个军武上的一个 这个发展之外 那现在很多的供给来自于 这个网路上的供给 所以资安的重要性也非常重要 所以资安股包含什么资通 林医 伊云股 贝利 麦达特股价都很强势 这个也算是政策做多股 所以你会发现说 怎么军工股涨完之后 资工股也跟着涨上来 其实这个都是息息相关 所以520之前 政策做多很明显的 就是在这几个区块 能源股 军工股 以及资安股 财报利空反应完毕之后的一些电子股 这边也有机会 尤其是AI体裁的IP股的部分 这边看起来机会又来了 所以5月份我认为将有一波全新的行情 那你要选小不选大 政策做多的相关族群为优先的选股 那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新标股 5月份我会推出一个全新的标股奇兵的专案 就是要协助大家掌握最新的标股 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标股奇兵 来成为张老师的会员 来电说出52888 52888 加入标股奇兵专案可以想一倍的会期 一倍的会期 这个机会相当难得 当然你喜欢加入LINE的 你就在LINE里面留言52888也都OK 直接在郑老师的LINE留下52888就可以来参加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掌握5月份的最新标股 好谢谢老师 第二个话就来广告中 等一下打电话进来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日宗 郑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 5月的标股奇兵专案你跟上了没有呢 现在就是政策做多要来优先选股 尤其是5月份是个重点月份 因为520要选举了 这个5月份你要锁定的标股 请务必要好好把握了 股海茫茫 怎么样找出可以赚他一大段的标股 当然就是交给直选金品股的郑瑞宗郑老师了 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022362-80000 022362-80000 来电说出52888 就让你参与标股奇兵的专案 加入可以享有一倍的会期哦 或者在政策中 郑老师的line 留下52888 都可以来参加 5月份的标股 务必要跟上 政策做多的这些个股最会标 郑老师已经帮你锁定好了 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 022362-80000 022362-80000 打电话来咨询咯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过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